我叫李子超, 今年八十六歲 我是黃先生, 雖然未到退休年齡 但也有自己的夢想 夢想不應該受到年齡規範 今集讓我們一起向目標進發 其實是追夢 因為我們也想不到 可以這麼大的團隊一起拍攝這件事 2015年, 當時82歲的李子超 和一群老友記組成製作隊 浩浩蕩蕩去拍攝一群台灣老人家的 環島單車旅程 我們幸運 義工超叔很勇 82歲 我要整個洞 駁出去拍攝那些單車手 就來 攝影的吸引力就是直觀 文字, 你要理解文字 才有那個印象出來 但是攝影是很直接 一看這張圖 就已經是 那個印象已經出來了 本身是產品設計師的李子超 十幾年前退休之後 終於有時間 從十二時興趣 我小時候就好像跟一般的小孩一樣 對很多事情都充滿好奇心 所以在中小學期間 就已經接觸了攝影 當時就是很初步的事情 全片幅那個都還未出的 做攝影師呢 一個可以說是機遇 如果你自己又沒有攝影機 又沒有大師來照著你 你就很難在這方面發展 半個世紀前培養的興趣 令他真正活到老, 學到老 現在他不限於拍照 限時還會跟老友記一起去學習 上收音班, 增進攝影的知識 好, 三 好, 三 吸住了 兩個 一 我覺得他拍攝影機 那些紀錄片 是拍得很漂亮的 他經常會帶著攝影機 在一個袋子裡 走到那裡就拍到那裡 有時候跟他走走走 他就停了在那裡 我們不知道他在做甚麼 然後他的袋子就拿攝影機 拆開過 拍幾張就走走 對於李子超來說 攝影有莫大的吸引力 每一張照片背後都記錄一個特別故事 如果你那張照片是好的 其中就會有很多信息給人 甚至會帶出一個故事 在一個活動裡 有一個舞蹈隊 我看看 嘩, 雙見人士一起跳舞 他就拿手機出來拍了 那我說這張照片 是讓人帶出 即是說雙見共融 互相關懷 這個信息 過去香港經歷高低起跌 現在我們常見的銀發族 普遍生於三四十年代 或者屬於戰後嬰兒潮 當時香港社會不算富裕 生活以簡樸折劍為主 這一代人人生大部分時間 都是為下一代著想 比較少講個人理想、夢想 現在他們不再為生活拼搏 是不是實踐夢想的好時機呢? 有什麼好東西? 有什麼好東西? 好, 要骨頭 昨天才買了 不用這麼大 可以嗎? 剛剛過了69歲的陳永堅 是一間車仔麵店的老闆 每天都要去街市買材料 我喜歡自己買 因為自己選擇 要過到自己的牙 現在買了豆腐 要買豬肉、魚 很多東西買 總之都是碎碎的 忙了一大早 陳永堅又要趕回車仔麵店 開始準備材料 四年前剛剛開店 每天要做足十六、七個小時 陳永堅以前在內地開設皮革廠 做皮革加工 當時的壓力相當大 亦都很困身 做廠有很多東西 工人的管理 最大壓力是收帳 譬如他不收帳 你就睡不著了 你質量做得不好 對方要退貨 這個是壓力 工人扭客氣 這個是壓力 其實做廠有很多壓力 做了三十年廠 中日頻頻撲撲 陳永堅決定退休 可以過一些有限的日子 但想不到剛剛開始過退休生活 自己反而不習慣 不想無所事事 但又不想太忙碌 陳永堅決定將自己的興趣 就是煮食化為工作的動力 但這個創業夢都經歷波折 十年來陳永堅決定 不斷被很多人潑冷水 我業主是答應減三萬元 給我租給我 身邊的朋友就給我潑冷水 你也不是安排的 有錢留回買樓 每個人都叫我妹妹做 那我就來做 四年前 他終於的起心肝 將夢想化為現實 今次開張 我才個別告訴他們 等他們再轉告其他人 為什麼不告訴他們 我不想他又潑冷水 因為決定了 我就決定了 晚年轉行做飲食業 陳永堅一切從零開始 試食材、裝修費、頂手費等等 酒店開張的時候 足足交了一百萬學費 其實累是累的 累是忍耐你的 真的很難 什麼都不懂 沒做過 去哪裡買料 去哪裡備貨 去哪裡買碗碟 都是要找 所以當時我們都損失很多 你譬如說很簡單 叫一樣醬料回來 試過 那未必是最好的 那你是不是要叫多幾種 好幸運 舊店做了七個月就回本 一年多前 更加搬到來這個新店 不過陳永堅說 利潤不算很高 現在這樣計算 五萬元左右 兩個人 我們都是很微 沒計算工資 我們計算 可能是兩萬多元 一個人 但我們是 每人十幾小時 四個人工資 我以前開廠 一個月都過百萬 根據統計處數字 2017年第三季 例如60歲以上的勞動人口 只有36萬左右 但2018年第三季的數字 已經達到40萬 有人選擇創業 但貿發局建議 長者創業 未必一定要做足這麼多小時 可以想想辦法 成租過 如果是長者就不想 可能他們都顧及 會不會 一個星期七天都要上班 很辛苦 可能我也希望放幾天假 或者一天未必可以做十幾小時 現在在這個世代 其實我們有網絡 或者有我們自己的朋友圈 可能這一隊人 我們做一個時段 另一隊人 可能他用一個合作夥伴的形式 他用另一個時段去做 最大的困難 本來不是這行 甚麼都不懂 大家知道 陳永健剛剛開始做生意的時候 都有情商哥哥來幫忙 希望減輕一下工作壓力 全家人都沒有家放密密做 錢又不是賺得多 當時陳永健哥哥 還要擔心弟弟會蝕錢 都說過叫他 大家幾天不要做 退休就沒有認賞 退休就說退休了 沒有了 成七十歲人 有甚麼夢想 我和我哥哥的性格有少少不同 我可能充斥力強烈 退休之後覺得很悶 現在能夠做到自己喜歡做的事 而又得到一些朋友 客人的欣賞 這個是最開心的了 人生在不同階段 有不同追尋的目標 千萬不要被年齡限制了自己的夢想 人是很多個階段的人生 當你過了這個階段之後 接著來的是另一個階段 你是要過的 你就停在那裡 浪費了時間 浪費了生命 所以就要繼續去做 一個人呢 從年輕到年老 一定身體是慢慢衰弱的 但是 如果你有一定的能力 你做你能力範圍的事 我是覺得絕對是需要的 你千萬不要坐下 自己認了老千 游動 又 chilli chilli裂跌落水 如果摸下去 跌落水 My fair lady 唱歌、說話、朗宗、吵架 我們日常生活很多時候 都會用把聲來表達自己 跟人溝通 人會老、樣子會老 声带其实都会老 可以怎样保养 保持着那把漂亮的声音呢 85岁的杨秀卿是台湾传统的念歌艺术家 念歌是台湾一种说唱曲种 此念此唱的表演 用台语唱出各类警势故事 唱足70年 近年杨秀卿的徒弟 有合新风格录制音乐陆像 还扭到德国红点设计掌 杨秀卿小时候为生活 所以一直说不断唱 徒弟储健志说 高峰期杨秀卿试过两年时间 一星期唱足六日 每日八个小时的电台节目 徒健志说 现时杨秀卿较难 好像以前一人分演几角 讲到声音保养 徒健志说杨秀卿很喜欢喝茶 什么茶都喝 常常补充水分 还会用一个民间小偏方 我们叫做倒手香 有一种植物 那个叶子摸起来香香的 它会消炎 它有时候喉咙痛不舒服 它会摘那个叶子 然后放在那个塑胶袋里面 然后放一点盐巴 然后揉一揉 然后把那个叶子吃下去 杨秀卿靠把靓声唱尽世间的喜怒哀乐 虽然现在年纪大了 他仍然希望尽自己的能力 将这种艺术传承下去 几美的声音都难免会留下岁月的痕迹 所以不单止那个样子要保持 连把声音都要保养 人的发声原理先由肺部呼出的空气 在呼气的时候 空气由肺部经过气管 后部和声带呼出 空气经过闭合的声带之后震动 产生声音 再经过咽喉和口腔化成说话 声带很重要 它的粗有口薄 主管我们的声音是怎样 声带都会老的 最主要的转变就是 因为当人年纪大 其实它全身的肌肉可能都会有一些流失 有一些萎缩 声带都不会例外 当它的肌肉又萎缩 它就不能完全闭合 所以它就会有一些漏风的情况 令到一般年长的人可能会觉得 说话的时候我没有以前那么大声 甚至会有一些漏气 或者会有些沙啞的情况 2012年在美国已被猴科学会的研究刊物所发表的研究说 40至49岁的成年人 每100个人里面有1.1个人有声线问题 到60至69岁组别 100人就1.8个 到了超过70岁组别 每100个人就有2.5人有声线问题 如果是这样我们昔至如今说少些东西又行不行呢 我们会告诉他们只要你唱歌的时候 你没有觉得譬如那种声纱或者疲 用声很疲的那种感觉是严重了的 是应该被鼓励的 反而不是应该说你的声音已经这样纱了 不如就不要唱了 因为那个原因有点不一样 除了声带本身会退化 同时咽喉上升和肌肉移动减慢 令到声带震动位置转到较后方 令到年长的人 他们的声线有机会变得比以前低沉 甚至声杀 我们可以怎样练习声带减慢退化呢 因为病人需要平时日常每一天都可以做三至四次 每一次做的时候他要吸一口气 然后他就要用大声去发出啊声 就是吸一口气 就維持得越久就越好 第二步就是用同一個字 不過這次就做一個高低音的變化 就是 靠阻力的訓練 就令到聲帶的肌肉 可以突然有些重生 令到聲帶的閉合可以做得更好 第二個練習是可以用一個水瓶 或者一個水杯 這樣做的時候 就要先把水倒到瓶裡 大概溶氣的一半左右 然後用一支飲管 普通飲管就可以了 就把它放到最底 然後含著一支飲管 就做一個嗚嗚的聲音 當它做一個嗚嗚的聲音的時候 同時口裡就會感覺到有些助力 就要持續發出這個嗚嗚 都是大概四五秒左右 記住了 凍鳴不是只有樣子 還有一把聲的 上一代的老人家 他經常想留些東西給下一代 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 董事會副主席李明正子 補單可以傳到幾多代 視乎回報率 還有補單的特性 這個功能是這兩年開始有的 就是容許某一定的保險 其實某些保險公司 容許他們會將受補人 去轉給一個子女 即是直系親屬 理論上通常傳給一個再年輕的人 那我的原理就是希望一張保單的受補人 因為他們是累積的保單 希望那個年期可以去到 越長越好 可以發揮複式效應 李明正也強調 但還要分清楚 受補人和受益人的分別 受補人是被補對象 若補單中受補人離世 理論上補單完結 而補單完結之後 錢會歸受益人 受益人某程度上會相對被動 角色完全不同 李明正說 近年有新追世 提醒大家投保的時候要注意 我想是 現在以前一直以來 都說是可以改變受補人 譬如說 假設我 我買了一張保單給自己 受補人是我 我過世之後 我的受補人就是我的小朋友 這是我以前可以改動的受補人 很多大份保單受補人都不能改 但是這兩年 開始有保險公司的政策 或者其實全世界的保險 這個環境 是令到開始接受 即是親屬的 受補人 是轉換的 受補人可以轉變 這個條款不限於保險 房間部分私營年金 近年也設有聯名 受補人的概念 假設陳生在私人市場 買了一份年金 他不幸在第二年離世 受益人可以拿回些錢 但若果是陳生和陳太 聯名受補人的形式 買年金 變相兩人其中一個不幸離世 另一半都可以繼續拿 私營年金 它有些特別的feature 可能是說 可以 一個 追的 受補人 可以是 好像長命契一樣 假設 老公過生 老婆可以繼續拿 得到 那 我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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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